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请教一下罗医师 中医怎么看蜗具 在蜗具来讲 其实在我们中医来讲 它也是一个可以入药材 可以入食材的一个职务 那我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 她这一次来看诊 她主要的话是因为她从今年开始 她不停地发那个针眼 她一下左眼一下右眼都不会好 然后这一次呢 然后是因为她吃了那个咖喱 妈妈带来说她最近吃了咖喱 可能因为咖喱是热性的 她上火了 所以她那个针眼又发 那这小朋友她除了有针眼的问题 她平常其实手周看 她都有那些抓痕 她其实也有那个 异味性皮肤也有皮肤失诊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她有一些 她妈妈也说她很容易流鼻血 然后睡眠的话 平常躺在床上也不是很容易睡着 然后翻来翻去 大概都要一个小时以上 才能够睡着 那在中医来讲 像这样的体质 就是我们讲说 是处于比较湿热的这种体质 所以这样的话 然后她再加上有一些 那种发炎的情况 所以我就帮她开了一些 比较清热 沥湿 消炎的一个中药 然后妈妈也会问说 那她平常在家 可以给她多吃什么东西 那我说小朋友的话 你可以多吃一些良性的水果 那之后妈妈就说 我的那个女儿 她是不吃水果的 就是这个小朋友她从小 她就不喜欢吃水果 她觉得水果味道太甜 她不喜欢 那这样的话 我就建议说 你可以多吃一些生菜 因为如果小朋友不吃水果 那那个生食的部分 虽然一般我们中医 没有很建议大家吃生食 那因为生食的话 就是它里面 因为我们煮熟了之后 其实很多的一些酵素 维生素会在高温破坏 那小朋友的话 他要比较清热的话 就建议他也可以吃一些 像蜗具这样子 小朋友接受度 比较高的一个生食 那什么状况之下 我们也会比较 建议说 大家可以吃生食搭配的 生菜搭配的 就是像吃那个 韩式烤肉的时候 它其实还算是一个 蛮健康的一个吃法 就是因为烤肉 它原本就是一个 比较热心 因为还有酱汁 再加上烧烤 那可能烤焦了 造成说 它有一些那个致癌物 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在那个 吃的时候 当下再用生菜去包它 那这样的话就是 一个是我们是生的跟熟的 它那个性味 可以稍微解一下 它那个比较上火 比较燥热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加上 可以就是减少说 你那个一些致癌的 一个状况发生 所以还蛮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吃一些烧烤的时候 也可以搭配一些生菜 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讲到蜗具 蜗具其实在中医来讲 它算是一个中药材 但是我们使用上面 是非常的少 它的记载 它的性味是干苦凉 然后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然后在古书上 它是用来像是治疗血尿 还有那个小便不利 还有是产后 比较缺乳的一个部分 那之前的话 就是有一个 简单的实验研究 他们就是用那个 蜗具籽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米 然后用2000cc的水去煮到 然后用小火煮到 大概1500cc 然后给那个产妇喝 然后它实验案例 大概是63个人 然后有95%都 那个乳汁的那个量有增加 就是95%有效 然后蜗具它可以发奶的话 其实它最有名的话 是我们前几年 就是我们的前总统的千金生产的时候 它在那个T大生产 然后那个院方就有公开 它的那个在那边做月子的月子餐 还有那个月子茶的部分 那它的那个月子茶 其实就有一个蜗具发奶茶 大家如果上网去查的话 其实就可以查到它的配方 那跟我刚刚讲其实差不多 但它就多了一个干草的部分 那网友也会就是很多热心的网友 就会实验 然后说喝了到底有没有效 那有网友分享它大概是一天的乳量 它原本是600 它大概可以增加到1000cc 所以基本上还是有效 因为我们中原来讲 其实不管是蜗具籽 或者是蜗具 它其实都会有效果 那只是要提醒各位的是说 刚刚我们讲说蜗具 它的性味它其实是偏凉的 而且是清热解毒 那它为什么可以发奶 它其实主要针对的是你就是 刚开始有母乳的时候 有点胀 但是有点出不来 它有点微塞 或是像乳腺炎的一个状况 它其实帮你清热 它可以帮你畅通 但如果你是属于气血 比较不足人 是需要虚的那一种 那光是通没有用 你可能就要增加一些 比较补气血的一些药 多吃一些比较好的蛋白质 才可以增加你的一个母乳的部分 足备 足备